赵女士在杭州富阳美和院小区有一套公寓 平时对外出租 最近一直没租出去 二月份她想把房子收拾一下 发现这房子已经不成样子了 很直观可以看到吗 这个厨房渗水 然后这个整一个房子的墙体底下全部都是脱落 还有就是楼上的户人家也是漏水 然后天花板也是墙体脱落 公寓厨房地面积了不少污水 味道有些难闻 房子里几乎所有墙体的墙角都有渗水痕迹 严重的地方已经露出了水泥墙体 卫生间外的天花板也有渗水 房子外的墙角也是同样情况 赵女士说去年12月 楼下的住户反映他们有漏水的情况 自己找了半天才发现那一根管子漏水 就是这一幢楼总的厨房下水管 当时的话就是我们自己 那个地方本来不是还有一个柜子吗 然后就是放这水吗 然后就把它割开来 等于说是我们自己买的材料 然后自己修补了一下 赵女士说当时他们找了物业的维修工上门 但对方没有帮忙维修 他们自己在管道外围涂了一层补漏剂 看着没有漏水的情况就走了 后来楼下也没有反应漏水 他们就没再来过 现在还能看到柜子被锯开了一部分 露出了里面的排污总管 外面有一层补漏剂 看不出哪漏水 碰到一点这种漏水的情况 难道我们第一时间不应该找物业吗 那我们找了物业 那我们不可能说每一份业主 都是自己擅长补漏的吧 说实话那我们是业余的 我们是想这个管子没有什么压力 给它整一圈补一下就可以了 但他们物业的人 他们这种不负责任 就不把事情解决好的态度 就很无语 他们承认是因为是总的管道嘛 他们就说是我们人为的原因 是我们个人造成的 跟他们没关系 杭州富阳美河院小区物业的工作人员回应 赵女士楼下可能没有住人 所以一直没有发现漏水的情况 总管的质保只有两年 他们没办法负责维修 就是管子被烫坏了 里边那火急的那个位置烫得抽了都 什么东西烫的 应该是开水烫的 热水烫的 那应该那个我开始把板子锯下来之后 才出现那个管道 那这个烫是怎么引起的 以前装修的时候造成的 有可能是 那这么多年了到现在才出现漏点 那当然了 那个时间长了 它本身就坏了 一开始它本身就漏的 现在越漏越大呀 正常质量坏的话是裂 不应该是那个抽啊 管道是PVC材质 赵女士说 房子是2016年装修的 他们不可能用开水去烫管道 现在管道外有一层捕漏剂 看不出来工作人员说的扭曲 如果抹掉捕漏剂 有可能破坏管道 影响维修 正常维修的是要把楼 要通知楼下的 要把整个楼板子 就是重新打洞 打个窟窿 然后管子重新接的 这个很麻烦的 费用设计的很大 然后我们给他出了个临时解决办法 你买四包毒类网 然后我给你派个师傅 把你那个弄好得了 你刚才不是说要整个楼板拆掉 如果正规修法是这么修 但毒类网修的话 就好修一点 不用说让大伙一起出钱呢 然后也不用说联系楼下呀 物业的工作人员表示 赵女士楼上也没住人 他们也在联系业主 了解漏水的情况 赵女士表示 考虑接受物业的维修方式 1818黄金眼睛这报道